经常上火,扁桃体发炎,眼睛也干,牙痛,特别是长痘痘,到底是实火还是虚火,这时候该怎么办,大家好,我是王医生,今天呢,我们继续做这个蛇疹分享,来,首先看这个网友,他自己说就是经常扁桃体发炎,啊,有的时候小孩子多,其实有这个成年人呢,也有,包括这眼睛干呢,容易上火,脸上出痘啊,还容易便秘,吃完了饭了以后,复胀啊,尤其这个晚饭以后啊,特别胀的厉害,当然入睡困难,没精神呢,睡不醒啊,等等,下面呢,我们来看 根据他的舌相,来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,首先,整体的这个舌头呢,是比较瘦小的,我们可以看得到,舌面上呢,还有深深的这些裂纹,这说明呢,就是一个气血不足,你看舌头这么瘦小,这个舌尖处啊,这个缺陷很明显的,看到这儿,这个呢,就是一个心气不足,所以焦虑啊,胡思乱想啊,失眠多梦啊,包括这个入睡困难啊,头昏沉啊,等等,都跟这个有关,另外呢,舌体两侧呢,是偏薄的,骨是骨薄是薄,在这儿,这一块,这种呢, 是一个肝阴不足的情况,所以情绪上呢,非常急躁,因为肝阴不足于脸,肝阳嘛,容易发脾气啊,眼睛干涩呀,等等,另外呢,我们说了,这个舌面上的条列纹呢,一直延伸到舌根,这就是上中下,从上胶到下胶,都存在阴液亏号的情况,整体的舌头小,也能看得出来,它是一个阴液亏号的情况,所以说呢,你看,它有这个扁桃体发炎,胃阴不足呢,就经常会,饿得容易饿,但是吃一点东西呢,有宝, 中医还有一个名字叫,鸡不欲食,饥饿的鸡啊,这个呢,常常提示阴液亏号,知道饿,因为它里面有虚火嘛,但是不能吃东西,因为里面的阴液少,它不足以把这个食物给它分解了,就是这个道理,所以叫鸡不欲食,像这种情况,另外再加上,我们说了,它还有便秘,因为肠道的阴液不足嘛,还有便秘,再有这个腰酸痛啊, 就我们常说了这个腰围肾脂腐,包括尿不浸啊,尿分叉啊,南科方面的阳围早泻啊,虚火妄动啊,等等,都有这些有关系,另外呢,我们看这个舌胎,幼胎这地方呢,还有一点黄腻,这个就是中胶石胜,这一块,这个图片不是很明显,当时它伸出舌头的时候,我记得很明显,这个就是有一些,还有这个,湿热过剩的情况,所以说一个湿热剩的,有这个大便的,一味重啊,大便粘腻啊,阴囊潮湿啊,等等,就有这些情况,所以呢,上面这些上火的, 这个情况是一个虚热导致的,但是湿火也可以导致,它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热,这个湿,湿热,这个就是湿,要不然的话,它不会有粘腻的胎,这个湿也是湿,它的湿症就表现在这,它的湿呢,就是阴液亏号,所以说,常常这个慢性病的湿火和虚火呢,它是相互夹杂的,你既要泄湿火,又要滋阴清虚火,这就是它的一个情况,当时这个呢,我们就是一个清热力湿,清泄胃火和滋补阴液,同时, 进行啊,一贯间清中汤,就这样一个方子,搁在一起加减,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,咱们下期也接着讲,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,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关注王医生,一起做中医传承人。